请和长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心记 南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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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请关灯 好 这样可以 谢谢 好 请先看 前面不要关 前面关的话 那我们就大家睡觉了 前面这边不要关 而且前面关这样露起来 我就变黑白无常了 前面正中间请不要关 没关系 下次请你 Please make a mark 好 先请看幻灯片 在无量的法门里面 希望大家都能够求生 敬佛国土 敬佛国土广义地说 并不单单指西方极乐世界 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岔土 我个人对于南传 北传 藏传都非常的耗耀 可是我的愿望 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请看这个幻灯片 希望大家在向佛前发愿之前 要发一个愿 愿什么呢 愿你找证到无生乏人 看幻灯片 八地不动地不上 这一次我们介绍 显密圆通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有无量无边的法门 简单的归纳 是大家最熟悉的有三个 第一 大悲神咒 这叫长咒 不管你念藏传的 或是中国的都可以 第二个 短咒 是指 Om Mani Ben Mi Hong 长咒跟短咒的功德都一样 第三个 在华人世界里面 流通最广的是什么呢 就是准提菩萨的咒 准提佛母 所以 大悲观世音菩萨 遇到他的老师 千光王静柱如来 他是出地欢喜地菩萨 出地欢喜地菩萨 就是说 他是由凡夫而成为圣人 所以他永远不会再轮回而退转 但是他度众生的时候 感觉很苦 为什么呢 众生度了又轮回 轮回又继续修行 深深世事在六道轮回里 所以他问 听到大悲神咒 千光王静柱如来的时候 他一念顿超越八地 换句话说 你修大悲神咒 可以正到八地 不动地菩萨 这对各位要有信心 释迦牟尼佛不会说 我们地球众生无法修行的法门 所以要让自己不退转 要正到八地不动地菩萨 看幻灯片叫做无声乏忍 也就是你在念阿弥陀佛经里面的讲的阿皮拔制 众生生者皆是阿皮拔制 上品的众生呢 会在这个世界就正到八地不动地菩萨 比如说像中国的智者大师 中国的历代高僧呢 有很多是正到八地不动地的 但是有些呢 中等的呢 会到了极乐世界 先看幻灯片就是 上品上身的时候 你会正为八地不动地 那有些呢 要到很多很多很多世 玄洁千佛呢 现在第四尊佛是释迦牟尼佛 第五尊是弥勒菩萨 第六尊是狮子吼佛 就是现在的大宝法王 他将来会成为狮子吼佛 后面我今天会介绍 所以要正到不动地啊 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这很重要 为什么呢 否则你生生世世修行呢 不论在家出家 都是进一步呢 退三步 还有人进一步退九步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事件的考验跟磨练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要正八地不动地 菩萨要发这个愿 你不发这个愿 是永远不会有成就的 就像你在受菩萨戒 或皈依的时候 有些师父要发四红试愿 众生无边试愿度 你要发愿啊 当然你现在还没有办法 立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起码你要发这个愿心 因为这个愿心就像灯塔一样引导礼 再看下面一章 也希望这一次的讲座 所有的众生将来 不管是听到这套DVD的人呢 都能够仰仗六字大明咒 跟大悲神咒的功德力 往生极乐净土 这是莲花化身 所以今天第二天 我要教你观想坐在莲花里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观想 不管你学过跟没有学过 请你都谦卑一点专心听 好 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按照 观无量寿佛经讲的 这个如意宝珠 如意宝珠有喷出十四条水柱 这个请记起来 下次你看到这个水柱的时候 你要先数一数 假如是十三个水柱的话 那是幻境 我现在就教你 你怎么判断 你看到的是真跟假 今天也有很多连友来跟我会个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一本比一本厚 但是也有几个连友说 师父我见到了观世音菩萨 我反问他 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假的 他一定有判断的标准 假如你见到七宝池莲花化身 一定是跟释迦摩尼佛所讲的佛经 是一样的 否则称为幻境 所以十四 这个如意宝珠呢 化身为十四条水柱 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 至于你看到这个莲花里面 右下角跟左下角有小朋友 右上角有一个出家的比丘 前面两位有在家的大菩萨 这个是画给我们众生看的 事实上极乐世界一莲花化身以后 每个都长得一样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那你会说师父为什么他会这样画呢 当他刚往生的时候 他的记忆体里面 比如说我一个小娃娃 我一往生 我见到阿弥陀佛 可是我还是觉得呢 我是小朋友 从他的意识角度 极乐世界里 假如有小朋友的话 那我问你 他就会长大 有长大就会老 极乐世界就有生老病死啊 但是假如你去读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的话 极乐世界是没有生老病死的 所以读经真的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画给我们 这个世界的众生看的 所以有两个用意 第一 未往生前的身份 第二 他往生 莲花化身那一刹那他的记忆 记不记得 《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里面有说 到了极乐世界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到中午到了 诶 怎么还没吃饭呢 对不对 为什么还会有这个念头 因为我往生的时候 带了所有的种子去的 好 所以各位 今天要教的是观想在 昨天教请你坐着 是观想你的肚脐 今天观想你坐在大宝莲花里 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莲花你爱什么颜色都可以 你可以观红的 紫的 金色的 白色的 或是彩虹的 像我就很喜欢观是彩虹的 五彩 彩虹颜色 彩虹事实上它有七种颜色 红 橙 黄 绿 蓝 电子 所以请看 下面你要观想你的身体 跟莲花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不可以观想说 我今天刚吃饱 肥肥的 里面还很多 素肉造面 这样的话会增长执着 观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观想它是透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公信的 虽然你现在没有证悟到 同样你观阿弥陀佛 也不可以观前面像这样 有铜的 或是木雕的 你要观像彩虹一般 透明一般 这样才会跟空性相应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藏传佛教里面的禅观里呢 仁波切会一直重视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大乘的佛弟子 对禅观应该再加油 所以这一点我要提醒你 所以你观想的时候 观想你做的莲花 待会背挺直 身体放松 然后你做的时候 莲花呢 是颜色你自己选 OK 然后呢 像彩虹一般 是透明的 你的身体也是透明的 像琉璃一般 而没有实体 就像我这张 在尼泊尔拍的 满院大佛塔 的彩虹一般 彩虹很漂亮 可是请问 彩虹真的吗 你们入定了 这么快 我都还没开始成修呢 请问回答我 我们讲真善美 彩虹很漂亮 真的吗 假的吧 所以真善美 美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 真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美 中文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善 所以要你观彩虹 看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 就这样 红光身 他身体是像彩虹一般 现在我就要观你这样 我们自己也有阿弥陀佛的佛性 所以待会我们先静坐两分钟 敲第一支隐庆 你就观想我坐在莲花里 当我敲第二支隐庆的时候 请你左边拿念珠 今天有念珠有带来吗 右手请你跟我坐 右手举起来 一二三四 第四支手指 叫什么指 无名指 无名指这个地方 手的按着 为什么呢 然后手这样截 这叫金刚拳 这是我教的是东密跟藏传佛教 放在你的右手的膝盖 右脚的膝盖上 为什么要堵住这里呢 因为在东密跟藏密里面说 我们贪嗔痴的烦恼 是从左边的手经过身体 然后右边跑出去 所以你按住这个 是叫金刚拳 你的心会比较定 左手拿着念珠 待会我要训练你 嘴巴不要动 心念 我当然示范给你 当然我要出声音 可是待会呢 你嘴巴不要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都习惯这样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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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弥陀佛都往外找 看你的念头 所以我故意叫你 嘴巴不要动 用念头念 你会看到你的念力会很强 那这个讲座 叫大家念六字大明咒 所以别紧张 第一个阶段先静坐 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我会说好 请拿念珠 右手截金刚拳 不要东张西望 自己念 每个人速度不一样 念108圈 念完的念珠就坐下 还是关你的身体 是彩虹一般 是坐在莲花上 注意听 现在的莲花是指你的座位 明天我会叫你观想 坐在天空上 不会掉下来的 这是有道理的 明天我会解释 好 现在 请腰挺直 肩膀放松 其他的东西请放在旁边 手机请关掉 我确定现在阿弥陀佛 不会打电话给你的 他不会干扰你的禅修 眼睛不要全闭 注意听 有很多人有很喜欢眼睛闭 我这里多说几句 眼睛闭不是不可以 它是另外一种禅修 但对初学的人 你不要闭 因为你眼睛闭的时候 你会产生幻境 大家就说 师傅啊 万世音菩萨来啊 对不对 其实都是幻境 先眼睛 像菩萨直眼视众生一样 闭一半就好 你就看你前面 你也不用很注意的 看你前面的头发 今天怎么这么臭 没有洗啊 它是什么发型啊 这些都是妄念 念头请找回来 好 现在跟我一起坐 背顶直 身体放松 先不要拿年珠 你可以拿着年珠 但现在不要数 好 开始观想 观想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 当下就是极乐净土 莲花跟身体 犹如彩虹一般 是没有拾起 是透明的 念头跑掉的时候 请就抓回来 观想你坐在椅子上的大宝莲花 身体一切都放松 佛性它自然就会显现 看到什么都不要去执着 因为一切都是虚妄 好 好 右手请截金刚拳 在空性当中 用嘴巴不要动 用心念 Om Ma Ni Be Mi Ho 观想整个佛堂 所有的虚空众生 都坐在大宝莲花上 一起念六字大明咒 好 请开始念 念108字 念完的人继续禅修 感谢观看 嘴巴不要动 用心念 念完 念完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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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完的人请一样 还是做刚才的禅修 好 结束了 请开灯 怎么样 感觉如何 看到你的念头了吗 这个方法很重要 回去常常练习 这个强调的是你的念力 而不是急着你要拼多少的数字 所以你的念力 念得非常纯净的时候 就会像佛身放无量的光明 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不要怀疑 我们本来就有佛性 但是你要不断地练习 刚开始时间注意 时间可以很短 一分钟 三分钟 你的心又跑掉了 没关系 再回来做 师父刚才教你的 你可以时间短 但是次数多一点 一天多五次 十次 二十次 坐在捷运上 MRT或公车上 大家都在讲话 你也可以静下来 我就在闹当中训练我的念头 这是很重要的 当你断气的时候 你旁边比你还吵的 对不对 子孙来喊 妈 爸 你的财臣怎么办 你有很多的放不下 孙子又哭 那时候 你的心像什么 波涛汹涌的海浪 你得训练你这样 你这样子才能够往前走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方法 这个方法同于大称 也同于金刚称 所以就算你没有学密宗的人 也可以修 你放心 所以好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讲义 昨天只是介绍讲经的缘起 现在请翻开第十四页 我讲义编得很多 你不用担心 我会慢慢讲 火车刚开始会慢一点 你不要急 你会说 师傅你讲了这么多 怎么还没有讲到经文 你放心 前面搞清楚的时候 后面的经文 我就会讲得很快 不但是开飞机 还开呢 太空梭会飞得非常快的 所以前面请你专心听 请看第十四页 第一段 显密元通法门的提倡 与弘扬 你看幻灯片 这是很高兴 我为大家介绍六字大明咒的 大乘庄严宝王经 传统上很多的法师都是从佛教教义说 这个很重要 所以待会我也会先从教义开始讲 因为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很感谢所有学术贡献的功德 也感谢很多艺术文化建筑 但真正要让你证悟 你必须要学佛法的教义 我自己很高兴 感谢台湾尊贵的圣言法师 创办法谷山 中华佛言所 在他的悲心引导之下 我也正式进入了学术领域 虽然也学习的可以说 头破血流 但是经过很多很多的磨练 你今天看我能够编出六十八页的讲义 就是学术的功德 学术也有学术的贡献 但是我觉得学者若是只有贡献知识 而不修行 那很可惜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尊贵的圣言法师去日本留学 但回来他没有讨老婆呀 对不对 他的教授跟他说 你点个头 这个老婆就是你的 这个大本山就是你的 神言法师摇头地说 我千米迢迢求法而来 是为了利益众生 我不是为我个人的享受 跟欲望而来的 这个就是道心 当然我今天也会介绍 很多的日本佛教 但我介绍的大部分是 他的艺术跟文化多 但是在新加坡 香港 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我们要赞叹有很多是出家的法师 我在家的弟子 都很精进地修界定会 所以 这次我除了讲教义之外 会讲很多的教使 佛教使 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的 还有你知道 大飞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很大 所以他在十方佛国度排行榜第一名 你会在艺术的照相跟博物馆的照相里面看到 最多的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 好 请看幻灯片 我会介绍四个人 第一个 中国的华言宗法藏大师 这个没有在讲义上 因为我发现有时候还是要留一点东西给你们抄 免得很多人都会讲 嗯 师父讲得非常好 就睡着了 第二个 我会介绍 你会看到在显密融通里面 中国的大阵帐 二十册或二十一册 密教部里面 有非常非常的多的遗轨 是唐朝的不空三藏一师异的 而不空三藏 就是建议皇帝在中国的五台山 建金阁寺 就是他修行的道场 所以五台山你去朝圣 全部都是文殊菩萨的大殿 只有一个地方是供牵手观音 就是不空三藏 向皇帝申请请他建 因为他在这边建到了观世音菩萨 待会我再讲故事 别急 第三 我会介绍媲美中国的玄庄大师 把东密传到日本 伟大的空海大师 日本高野山 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三位呢 因为这三位都专修观音法 特别专修圣十一面观音 或牵手观音 乃至于修各种观音法 不管显教的密教的 他都专修 这三位他的本尊 都是大悲观圣音菩萨 另外一位介绍藏传佛教 尊贵的嘎举派 十七世大宝法王 我自己虽然险教密教也学习 但是我不太会公开介绍西藏的上师 为什么呢 他会解释 藏传佛教被误会的很多 尤其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很有福报 Multi-culture Multi-religion 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 是这个国家的福报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有南传帕奥禅师 库尹卡禅师 有属习观 有不敬观 有很多很多南传 清净道论的禅法 很好 这是佛的正法 你应该恭敬 假如现在门口 突然一个阿罗汉进来的话 我一定会下座给他顶礼的 为什么 他是圣人 对不对 他是了脱生死的圣者 所以南传是佛的正法 不要怀疑 第二 大乘呢 当然也是佛的正法 可是你不要去听人家 哎呀 大乘非佛说 很多以前的南传 斯里兰卡的法师 都喜欢辩论 其实这个问题 在龙殊菩萨以前 就变了几千年了 不用变了 不管他否不否定 大乘是不是佛说 你看 在华人的世界里 文殊 普贤 观音 地藏 四个大菩萨 乃至于弥勒 八大菩萨 东密 虚空藏菩萨 对不对 除盖藏菩萨 多少华人的世界 一样形六度波罗蜜啊 不会因为你个人的成见 乃至于我说偏见 甚至我讲重一点 邪见 大乘佛法就不存在啊 是不是呢 各位今天心脏要好一点啊 我会讲很多真话 震动你的心 因为你从来没有去想过 所以那请问 当我们有些人 遇到了不好的恶缘 遇到假的上师的时候 我们就不欢喜金刚称 其实金刚称也是佛法 也是佛的正法 但是我介绍的时候 我会显密云通的介绍 但我没有强迫你要修 注意听 所以你今生不修金刚称 也可以 也可以去极乐世界 但是各位 很真心地想一想 这个题目 显密云通 你们在座哪一个人不念咒啊 没有念咒的请举手 你看全部人都修密吧 你一定念什么 药师咒 大悲十小咒 往生咒 大悲神咒 准提神咒 这就是密 只是你内心排斥 了解吗 就像我昨天讲 你不要认为观世音菩萨呢 都只是长得 哦 非常清净庄严 的确观世音菩萨太庄严了 你能够见一次观世音菩萨 不但在禅定之中 我梦中 我诵经的时候 你这一身呢 功德力一定会增上 但是观世音菩萨 也陷很多恐怖的样子啊 那为什么他现在没陷给你看呢 你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现在观世音菩萨陷一个 愤怒的马头冥王的话 一定把你给吓死了 西藏也有 非常地凶啊 但是呢 我说过啊 就像你教小朋友一样 所以不要永远总是自从自己 前短的见解 带着小小的望大镜 去看天空 那你看到的天空是很小的 了解吗 当然你不了解 你可以说我不太接受 Just leave it down 存疑 但是不要批评 举一个例子 洪一大师在静代的时候 他亲自就写 他刚开始对东密也有意见 可当他读到大日经的时候 他在大日之面前啊 放声大哭 他向释迦摩尼佛忏悔 他棒过东密的秘法 在洪一大师的传记里 他亲自写的 因为他不了解 这么深奥的大日如来 东密的金刚界 胎藏界 你看连洪一大师都会毁谤 那何况我们一般人呢 真的 我讲的都有根据 你去查经文 洪一大师亲口这样讲 但他毁谤以后 心得清凉 他觉得说 他不是这个根性 但是呢 他把这个法门 留养给别人 所以在这里 不空三藏跟空海大师 尤其是空海大师 在传记来讲 他是华言会上 三地的大菩萨 承愿再来的 他师父一见到他就说 你是不是普通人啊 我等你很久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 有无量无边的修行人 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 我常常讲一句话鼓励你 观音菩萨不是讲吗 因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未说法 你最排斥的那个身啊 观音菩萨有一天就会训练 化现那个身呢 来好好的教导你 好 请看下面 所以你要想一想看 秘法的确是佛的正法 举一个例子啊 各位我们觉得西藏佛教很奇怪 对不对 又是火供啊 又是灌顶啊 弄弄弄啊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又是这个啊 凶的马哈嘎拉 那个呢又不知道是什么啊 你觉得他很奇怪 他觉得我们华人更奇怪 我举个例子 先不要说你们 免得你们不太高兴 待会全部就测场了 先说台湾 假如你有机会到台湾的话 你看到我们台湾 早期佛教来的时候 在乡下里面呢 我们观音菩萨 是跟全部一起共在一起的 就像你们背后的金龙寺 有没有 王爷 娘娘 太子 挪扎 观音菩萨 三宝 对不对 隆隆摆啊 对不对 就有一点媲美 你们的什么呢 Gelang 四马路 观音菩萨啊 对不对 所以 人家西藏佛教 看我们如是道三家混在一起 也很奇怪 你觉得我们是政法吗 他们也不定的认为 你现在做自他交换 假如你现在一个西藏的拉玛 来看台湾的佛教徒 还有什么都拜 佛教 道教 一贯道 土地公 大白公 什么空都拜 那请问 你们真的是政法吗 要有心量 听听人家怎么想 那我问各位 各位你们坐在这里 你确定你是佛教徒吗 确定的请举手 你确定你是佛教徒的请举手 有人没有举手哦 有问题 待会纠察同学 请记下名字来 好 少放下 你为什么不敢举手 你是皈依三宝的佛弟子 当然你是佛弟子 那请问 你到大殿里怎么去判断 供佛 菩萨跟罗汉 那当然是佛的政法吧 假如这个地方供三宝 还供玉皇大帝 那大部分是佛教跟道教混合的 假如这个还供西天王母娘娘 挪扎太子 那是民间宗教 那请问各位 你分得清楚什么是三宝吗 我想你分得清楚 你是三宝弟子 你上过佛学班 你上过佛法的课程 所以你能够分辨 什么是正统的佛教 什么是佛教跟道教混在一起 什么是儒式道混在一起 你知道什么是佛教跟民间宗教在一起 各位有看过台湾的电视介绍的 有没有听过我们台南有那个什么 王母娘娘出巡有没有 全台湾几百万人 很疯狂 还有马祖出巡 对不对 请问马祖是什么 当然有人讲的好听一点 他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hold on 不要跳那么快 你确定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 你跟他通过电话吗 还有你有看过他的certificate吗 身份证吗 当然马祖在我们阎海一带呢 是很了不起的护法神 他也是大梵天王 修得非常好的一个天神 他的大悲心就像观音菩萨 但他不是王母 他不是马祖菩萨耶 马祖是娘娘耶 娘娘表示他还在啦 三界里面 欲界里面 所以可见你要想 我们正统佛地址是可以分辨的 那反过来我们看西藏佛教 的确西藏佛教从印度 传到尼泊尔 传到布丹 再就是西藏 从第八世纪传过去以后 也发展非常强 也有当地的叫 本波民间宗教 的确也会混在一起 但是西藏的佛法也不离开四法印或三法印 西藏的教法也是从八正到四圣地开始讲 对不对 所以真正如理如法的西藏上师跟仁伯切 也是佛的正法 但你要选择 假的很多 好 现在请看幻灯片 所以希望你有心量 来听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 不要用自己的成见去排斥 法门是无量的 请看第一位 唐朝的华言宗法藏大师 法藏大师是唐朝武则天的大护法 我们一般历史上 尤其是民间电影 常常把武则天 演得他是一代女皇 男女关系很复杂 其实他是佛门的大护法 各位 我们在刚才念 三称本师圣号跟开经纪的时候 开经纪就是武则天写的 无上甚生为妙法 你写得出来吗 他参与易经 他亲自帮法藏大师摸摸 他用帝王的身份 供养多少文武百官 跟天下的身重 他的智慧很高 他也送华言经 他也拜官圣音菩萨 但是因为唐朝的政局很复杂 他又是一位女的皇帝 所以批评他 陷害他的人很多 那时候呢 我们靠近蒙古跟边疆一带 常常要作战 只好呢 而且天下很多的灾难 有时候呢 又没有下雨 结果呢 他请谁呢 请法藏大师诵经跟修法 法藏大师修什么呢 圣死一面观音 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 西低的咒语 他一修的时候 所有的兵队啊 在打的时候 天道虚空是愤怒向着 圣死一面观音 不用打 兵都跑掉了 所以 武则天对于法藏大师 是非常的礼尽 天下呢 有灾难的时候 或旱灾的时候 他就请法藏大师 送什么呢 送华言经 拜大悲惨 法会当中呢 到中间的时候 就下大雨了 所以武则天是对他 非常非常的礼尽 全部供养他 所以他是唐朝 华言中的第二代主师 专修圣死一面观音 再来看 中国不空三藏 不空三藏 我讲一个故事 给各位听 他到了中国 因为他从印度来 他本身是 克尘米尔人 我们在福经里面 叫胡森 他懂梵文 也懂中文 到了中国呢 靠近五台山 山西省 刚进中国境内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的渴 非常非常的渴 然后呢 他一个人来 带了很多经论 那非常非常的渴 结果呢 他在快要昏倒的那一刹 突然有个老太婆说 师父啊 你一定很累 对不对 她说 谢谢你啊 老婆婆 她说 我带了一壶水 给你喝呀 她说真的吗 谢谢你 谢谢你 她拿过来 她就赶快喝喝喝 喝完以后 她说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真的太慈悲了 我呢 走了三天三夜 都没有喝水 我身上还 背了这么多斤啊 你真的是很慈悲啊 她呢 想回头呢 跟她讲话的时候 她不见了 然后呢 她想 方圆 一百里之间啊 都是很荒凉的地方 也没有住家 没有寺庙 奇怪 怎么会有个老太太来了呢 结果她就正想看看说 我的金本还在不在 一回头呢 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 现前了 放光照着她 不空三藏啊 发愿吧 到中国去会利益 无量的众生啊 就在那个地点 就是现在中国 五台山的金格寺 这就是她建的 请皇帝下令建 牵手观音 金格寺的照片 我会后面给你看 日本 京都 也有一个金格寺 就是呢 以这个取名的 日本的金格寺 也是中间 共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 下面一张 看 所以真正的 不空和尚呢 是长这样的 刚才这张呢 是近代人画的 画得比较年轻 他呢 心很恭敬 他看到人都和长 真正的呢 他是长这个样子 胡子很多 看到吗 拿着两个领储 所以他修的是 中国的唐秘 唐朝的秘宗 你看他的相貌呢 长得像 揪魔罗舌大师 所以这些都是 大菩萨在来的 利益无量众生 第三个 介绍日本空海大师 到中国唐朝 向惠果阿舍利求法 那各位有机会 若到日本 高掩山 你不要忘了 要去看 空海大师的 高掩山 叫 我呢 还没有去过 希望有一天去 这些照片呢 我是从网路 被允许的 叫做 Public Share 他们去的 拍的 下面 空海大师 很了不起 相当于 中国的 玄壮大师 到中国来的时候 把所有的 这个 密法 大乘佛法 传到 日本 因为 日本天皇的 这个护池 它在四国 四个地区 建了 八十八座寺庙 传说 空海大师 到现在都还没入面 所以你去 高掩山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人 穿两个 看一个T恤 上面写 二人同行 你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起 我今天没拍到 下次再拍给你看 二T恤 它写 二人同行 你就跟他说 嘿嘿嘿 你就一个人走啊 那还有一个人是谁 他说 另外一个空海大师 在我的头顶上 永远忽念我 所以空海大师 传说 他现在还在 他活了好几百年 所以 他呢 会过阿舍里 见到他的时候 就说 他是华言会上呢 三地的大菩萨 承愿再来的 所以他利益了日本 相当于一项 中国的玄壮大师 接下来 尊贵的 甘玛巴 甘玛巴 的的确确 我见过八次 他也是我的金刚上师 我见过他八次 这是他十六世 前世在美国 灌黑宝灌的灌顶 他的的确确 刚才再讲一遍 观音菩萨 应以和生得度者 既献和生而未说法 应以比丘生得度者 既献比丘生而未说法 各位你们也不都这样 灭谱门瓶吗 应以优婆色 优活仪身得度者 既献优活仪 优活色身得度者 应以同男同女身得度者 既献同男同女身得度者 所以老实跟你讲 我虽然是出家中 可是我对在家机是很恭敬 为什么 你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来听我讲经的 对不对 的确观音菩萨会这样 但是观音菩萨无我 他一定视线 也会恭敬三宝像 尤其在法华经 听好 法华会上 所有的大菩萨 天龙八部 都会化成人声来听经 那我们读大乘经论 我们的心理 也要真正接受 我们心理也要这样修 才叫礼敬诸佛 对不对 所以老实说 我不像某一类法师 有一类法师 很抱歉 把在家出家分得很清楚 故意贬低在家人 其实我觉得不太好 在家出家 的确功德有不同 可是在家也有很多大菩萨 那万一你最讨厌的那个女生 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 那你不是后悔吗 糟糕 我天天要见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今天来了 你看一下你左右两边 搞不好他就坐你旁边 Be careful 所以你要有恭敬心 尤其你若听过我 2003年来讲过的 普贤十大院 我引了很多 华言会上的这个 这个例子 还有引了很多 五台山的清凉的山感应路里面 很多的文书跟普贤 都是视线乞丐 最难看最臭的 你最讨厌的人来门口的 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学大政佛法 心里要真正去接受 接下来再看 这一世的高妈妈 当然很了不起 各位都可以上她的网站 她是 的的确确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见过她八字 她跟你谈的时候 就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 你应该生欢喜喜 当然要见到法王 要有很大的功德力 也会挑战 为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真话 以我们凡夫的例子 我们是见不到观世音菩萨的 举一个例子 各位大家知道 台湾有101层大楼 知道吗 101 有没有 对不起 我不太熟悉新加坡的建筑 你们有75层楼 我也不知道怎么 我还是讲101好了 101举个例子 我们不会在第一层 我们大概在第十层 因为第一到九呢 都是地狱恶鬼畜生 假如我们呢 在第十层 那出地欢喜地菩萨 在二十层或三十层 佛是在101层 你是上不去的 老实讲 你是真的见不到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你是凡夫啊 你用什么功德力 见到观世音菩萨 像很多人到台湾来旅游 对不对 都会到101 买票上去 各位连我也没上去过 太贵了 但很多观光人都会来 买了电梯 就上去了 对不对 那观音菩萨怎么呢 他的大悲怨心 下来看你啊 所以 观音菩萨 昨天有讲 光中化六道众生 那是他的大悲怨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障碍很多 我们的福的因缘不够 就像我刚才讲 避余第十层 除非你往上爬 有两个方法 一 坐电梯 就上去 第二个 爬楼梯 一步爬 爬一爬 传一传 休息一下 再回来几层吧 那请问你哪时候 才爬到101层呢 所以 没有大悲观音菩萨的愿心啊 我们是见不到佛菩萨的 你得很用功 要有方法 什么方法 念大悲怨 念六字大明咒 你就会见到观音菩萨 再看下一张 这是 2006年到2007年的 普贤行愿大法会 我很有荣幸参加了 我亲自拍到 大悲怨法王 为全场的人 受菩萨界 同时灌四壁观音的观念 所以 发愿吧 观世音菩萨真正呢 化身在这个世界 你应该去见他 当然见他 也会有考验的 好 接下来 再看下面 本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请看第14页 第一 我先整体介绍观音的因缘 因地的怨心 跟他的修持 就是我今天要讲 第二 我会介绍 大乘佛法 东密 藏密 还有藏传佛教 以及现在 有不同的观音的各种化现 跟不同的修持方法 当然 主要的是以三个为主 可以说两个吧 大悲咒 跟六字大明咒 因为每一个咒语呢 都有无量的功德 我想呢 几天是讲不完的 第三 各位翻开 二十三页 今天的作业 二十三页到二十六页 请你回去读 修持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请你先预洗 昨天的作业有做吗 哦 有些人偷偷低着头了 佛法要靠自己用功 谁读 谁没有读 师父知道的 所以今天的作业 请回家看 二十三页到二十六页 你先读 我讲的时候 你会体会更多 时间有限 我不可能一个一个自讲 这是我日以日夜 每天都做到天亮三点东 打出来的讲义 我是很用心的 所以请你回去看 尤其在二十四页里面有讲 六度大明咒 可以圆满六度波罗蜜 广度六道众生 二十五页 得六种功德 消六种罪过 成就六种观音功德 修行六种次第 从二十五页到二十六页 有很清楚的表 所以各位 你应该至少念 一千万遍六字大明咒 尊规的大宝法王 他妈妈念两亿遍 现在还继续念 各位 你们念太少了 为什么 待会我会讲 因为你的功德力 敌不过你的业力 再看幻灯片 所以严格说 六字大明咒 是他有颜色的 不过你不能观想 也没有关系 你就这样想 他在虚空 所以这张图片是说 观世音菩萨 从心中 画现五彩的光芒 中间是红色的 小小的阿弥陀佛 照片的右边 画现的度母 度母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照片的左边 是莲花生大士 莲师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跟释迦摩尼佛 三个法报化三身 容成的一体 我就讲到这里 再看 这张就是我观想的 六字大明咒 四壁观音 这张非常非常的庄严 当然你看到很高兴 你一定就开始动念头 师父这张照片 是不是可以给我 你别急 我这些照片 将来我通通都会上网 我有心量 跟全世界人分享 庄严在哪里呢 他的心是按照照相度 良精化的 真正观世音菩萨的脸 长得不是人的脸 是菩萨的脸 所以他有圆满的功德 四壁 有人说说 很奇怪 我曾经遇到一个外教徒 问我说 你们佛教是不是有个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我说是啊 他说好奇怪 长得像蜘蛛 怎么这么多只手 好可怕 我说那是symbolism 我们一般人是两只手 你猜猜看 四壁观音 为什么要四只手 代表是什么 既然有新加坡连友跟我讲 代表四个号码 真有趣 马票买太多了 那我就反问他 请问他今天出的是哪四个号码 这四个代表 慈悲喜舍 四无量心 对 待会我们会看到 圣十一面观音 准提菩萨有十六只手 他也有他的意思 我觉得新加坡连友真的很可爱 我实在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代表四个号码 对不起 我晚上也没有做到这个号码 假如我真的做到 对不起 我也不会告诉你了 好 请看下面一张 这是在民国时代 很多由尊贵的若纳祖师 贡格佛爷传到中国 很多人念六字大明咒 在定中亲自见到 观世音菩萨的画像 你注意看 它长得非常慈悲 跟人的脸一样 比人的脸更庄严 所以在定中 很多人见到这一尊 四壁观音的真实显现 然后他把它画出来 所以观音心菩萨 是应众生的一切心而显现的 好 接下来请看三 传统的教义与修持 请看第十四页 第十九行 菩萨的名号 菩萨有很多名号 就叫做观自在菩萨 观世音菩萨 圣观自在菩萨 你可以看讲义 同时也看幻灯片 幻灯片呢 我会变出不同的字 会提醒你重点 那我知道 大会虽然很用心 但可能有些连有 你的视线会被挡住 那也没有关系 你还是听得到我声音的 观音菩萨也叫梵音菩萨 也叫妙音菩萨 注意 妙音菩萨这个名号 同意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也有一个叫做 妙音菩萨 文殊菩萨也有叫做 妙吉祥菩萨 观音菩萨也叫海潮音菩萨 尤其你是中国大陆浙江省 普陀山 有什么观音菩萨的海潮音洞 对不对 在过去的人请 去过的请举手 你们很有福报 我还没有去 那请问你 拜到见到了观音菩萨了吗 有些人有 有人看到了出家中 没有关系 有看到跟没有看到 都不要执着 看到的也恭喜你 观音菩萨给你鼓励 告诉你佛法是真实的 看不到 你也不要太在意 表示你的姻缘还没到 继续用功 但是你若多读一些经论 当你念六字大明咒 跟大悲神咒的时候 观音菩萨就在你的头顶 真的 只是你的业缘还没参除 还没办法见到他 再算下面 所以名号无量代表什么 他慈悲心无量 功德无量 智慧也无量无边 那常常的讲的呢 都是观世音菩萨 或观自在菩萨 注意这两个名号 有一点意义不同 我先介绍 我先介绍 圣观自在 为什么呢 圣观自在菩萨 是早期 刚开始翻译的时候 这样的 请看这张 庄严吧 铜流金的 上面挂满的珍珠 观世音菩萨 然后它背后呢 是大家呢 最熟悉的 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这个有人也称为 自在观音 有人也称为 圣观自在菩萨 观世音菩萨 在十方佛国度里 排行榜第一名名 也是因为 它多生多结 这个功德力 注意看 观世音菩萨的脚 叫做自在坐姿 它没有盘腿 自在 这个图像不是说 你看到 好 明天听经 全部翘脚 不是这个意思 问题里 你翘了脚 你学不到菩萨的 观自在 观自在是 观你的心 真正自在了吗 对 为什么它观自在呢 因为它通达空性 后面眼 观自在菩萨 待会我还讲 再看 各位这张最熟悉吧 佛牙式 观世音菩萨 其实这个呢 我要用的是 它背后的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其实这个是 如意伦观音 待会我会介绍 所以心经告诉我们 是你要有没有 观自在菩萨 你的心自在吗 所以 观世音菩萨的 观自在是要讲 常常反观 你的身心自在吗 所以菩萨的名号 第一个 自立而言 以智慧为表真 标做 观自在菩萨 请看经文 十四页倒数 第三行 也就是十四页 二十二行 般若心经 各位大家都很熟 我讲重点 观自在菩萨 行声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云皆空 第一个 先把照见画起来 你的心要有智慧 假如你把 心经两百一十六个字 浓缩为三个字 就叫什么 观自在 那你假如浓缩一个字呢 请问你们会用什么字呢 猜猜看 很难猜 答案是照见的照 这个字 心经两百一十六个字 浓缩为三个字 就叫做观自在 浓缩为一个字 叫做照 照什么 照见五蕴皆空 照是代表你心中 明了一切山河大地的万象 所以下面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忧恐怖 我们常常念观世音菩萨 你要问我 我心中有挂碍吗 各位 心中挂碍很多 七上八下的 挂碍什么呢 挂碍工作 挂碍家人 挂碍 下个月要付水电费 挂碍呢 对不对 马票 挂碍很多很多 要先学心没有挂碍 你为什么会有恐怖呢 因为你有挂碍 反过来 当你有恐怖的时候 注意听 你可以念 Om Ma Ni Ben Mi Ho 你也可以念 心经 待会会讲 玄庄大师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一路上他就修两个法 一念般若心经 第二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待会会讲 所以你要想 我每天都念心经 心经是216个字 它是中国六百卷 大般若经的精华 其实它真的很深 真的 金经真的很深 所以它属于佛教高级班 因为它要了解般若空性 你心中没有挂碍 就没有恐怖 你就会远离颠倒梦想 颠倒梦想 现在话讲胡思乱想 更具体一点 常常做白日梦 还有一种 常常会有幻想 这样不好 这样的人希望你要多读心经 多读金刚经 为什么呢 空性可以让你了悟 一切东西都不是真的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 你打坐的时候 为什么要观想石头 身体跟莲花是透明的呢 很多人都会说 奇怪 今天观音菩萨会不会出来啊 不要这样想 你心宁静的时候 观音菩萨自然就显现了 显现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很宁静的 你不会显现以后 本来这样做 然后观世音菩萨来 突然 耶 哈喽 观音菩萨跑掉了 为什么 因为你心中有颠倒梦想 那当然你就不可能呢 就就近涅槃了 所以我只想提醒你这个重点 常常要照见你的心 跟照见外面的静 都是虚幻的 这样你才叫观自在菩萨 接下来再看 十五页第二行 愣言经 观音耳根源通章里面说 观世音菩萨在音地里 像古观音如来 学过文思修幻化三昧 注意幻化这两个字 文思修一切像梦幻一般 其实观音的耳根源通章是很深的 也是观音 一般传统上我们要讲观音三经 第一 法华经 普门品 各位很熟 第二就是这一部经 愣言经耳根源通章 这部经很深很深 但是它也很殊胜 第三个是华言经 观自在章 就是我供修前带大家念的 全部的经文 传统上这个叫观音三经 但是我要提醒你 观世音菩萨不止三经 就像我第一天讲的 希望各位不要生气 中国人都喜欢简单 动不动 净土五经 净土三经 地藏三经 观音三经 你太小看观世音菩萨了 观音菩萨有无量无边的大藏经啊